其實我當時戀水里的床是靈心 當時都比較害羞一點 沒有那麼多勇氣去跟前輩說話 感覺真的很不同 真的有一點看著阿薩大 而且始終她現在這行的經歷都不是淺 所以我覺得她整個人成熟到一個程度 其實正經一點都可以聊到 聽到 而且我覺得一點想不到 她比我想像中一個人成熟過她的愛情 很顧及別人的感受 當一個人很願意顧及別人的感受 你跟她合作就很舒服 所以跟阿薩合作是很舒服 我覺得她的好不是僅僅工作 我經常都記得她那時候 大家不太熟悉 自己面對一些人生的不開心的時期 透過大家一些中間的朋友 然後她拿了我的電話 她鼓勵我 親親給你 寫訊息 好感動 那一刻覺得很窩心 大家又不太熟悉 但她又會很關心很多人 尤其自己經過個疤瘩 我比較敏感 哪些人最近会开心一些 或者觉得他最近可能在经历情绪的不开心 或者有些事未必解决他 那我就很愿意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我过来又来又或者给一些鼓励 因为我自己当初在症状的时候 我都希望得到这些鼓励 或者觉得这些鼓励可以重复得到一些帮助 那可能真的自己是一个有经历的人 我演唱片里面的角色 他是一个你可说亦症亦邪的人 他有善亦有很恶的一面 这个我想在我过去的爱情小品里面 其实真的没见过郑世文演出 我稍稍增肥十磅八磅 营幕上会轻轻有些肉 因为其实有几场有一两场love scene 这个不是 那我就希望整个人的形态 是没有今次舞台的 我没有肌肉很均勻 我都没有拍过love scene 为什么你拍这个love scene 朱仙就有 朱仙就有 会不会是很紧张 会不会是 拍那时就除静一个bra 其实我常常做运动都brato 但我就很潜入 觉得当自己是brato 我很习惯我穿运动都是穿这类的衣服 我就没什么很尴尬 我相对地轻松 他和大卫哥的角色层次比较高 他们比较复杂 比较有很多黑暗面 我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 我也有一个秘密 但是在演绎上 因为我的戏又不太需要我去 有很多内心戏的部分 有一点缓和气氛的感觉 还有我觉得这个角色有趣 就是我想不同观众去 例如看Ling这个人物的时候 可能看到最后都带着不同的心情去走 可能有些人觉得因为她的执吻 或者她对外那种放不低 还有这么厉害的爱恨 可能觉得最后变成这样 她拿来了 但是可能有些人会带着一个怜悯去看 但是她的魔鬼 其实就是来自她对爱的失误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怎么看那段的关系 那Ling对她对爱情的那种失误 和那种痴迷 或者那种恨很强烈 有病态 那我自己就不是 我觉得在爱里面 你就不要选择这么强烈的恨 因为那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和痛苦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人本身的性格 或者我自己的宗教信仰 我自己的宗教信仰很帮助到我 处理很多的事情 或者慢慢去疏离自己的内心感受 其实我的经爱信仰很方便 其实我的经爱信仰很方便 很高兴 大家也认为